由替代艺男组成的工艺大使团精彩演出 为这场表扬活动揭开序幕 内政部长刘昌亲自出席表扬88位优秀替代艺男 及35个替代艺机优单位 并细数多位获奖替代艺男的优秀司机 其中在知名电子公司担任研发替代艺男的吕玉成 就发挥专业发掘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优化方案 在台北市政府殡议局的郭白骏 则利用镜头捕捉孝敬奖活动受奖家庭的感动瞬间 发扬传统孝道文化 在服役期间也学习了许多技术 也对过境不少的研究 也有幸做出一些研究可以对国家或是用人单位表现的工具 像我去年9月就有关注大使的倒塌的时候 去帮助他们去做一些事后的一些处理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心服务去现在要预警 做爱心服务 牛昌表示替代艺制度已经实施超过20年 据统计服替代艺的国人总数达40万人 每年有近上万名替代艺男在医疗、社服、消防、外交及研发等各个领域跟云服务 是国内外青年锻炼自我、报效国家的另一种选择 牛昌也分享自己服役室的心得 勉励艺男们把握机会学习成长 部长以前我们还是当两年兵 那我是预官、甲班、四十六期 那当兵是看能做的 如果今天你非常的认真 也把它当成是一份你值得学习的事业的话 其实我在服役的一年十个月期间 说真的我学到很多 那包括管理的方式 还有包括我连签功文都是在当兵的时候学 牛昌强调 替代艺男除了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服勤外 也必须接受EMT-1紧急救护及打靶训练 以达到训用合一的目标 正在服役的替代艺男 我们全部都要受EMT-1的一个训练 那EMT-1的训练三年证照到期 那我们替管中心也安排三年之后的这个招训和回训 那另外打靶的一个训练 倒不是要让大家使用武器 而是利用打靶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去体验 这个在极端状况之下的一个情境 林二昌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T-1政策 也支持所有用人机关 让T-1制度更加精进 也让毅然成为社会任性防护的重要力量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和T-10的一个训练